历时近1月5日星期二 华尔街主要指数低开 投资者等待佐治亚州参议院第二轮选举的结果 预计该选举将决定华盛顿的全力平衡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下跌19.64点 至300204.25点 跌幅0.06% 标普500指数开盘下跌2.63点 0.07% 报3698.0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下跌32.80点 0.26% 报12665.65点